如今吻戏,激情戏的出现已在正常不过了,而在拍摄的过程中,而作假成真的明星也不在少数,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女性绝对是女乐圈中的一股清流, 出道十八年来,从不拍吻戏,只愿把朱吻留给老公,婚后更是约束老公也不能接拍吻戏,成了娱乐圈最干净的一对明星夫妻,如今儿子颜值爆棚,他们就是李小萌,王雷夫妇,1985年出生的李小萌,如今已经出道十八年了,也算是演艺圈的一位老戏鼓了, 十五岁的李小萌就有幸搭档风拱,吕丽萍出演电影《谁说我不再哭》,并凭此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,一出道就成名,李小萌当然不仅仅靠怨气,她还有着真采实学, 十四岁就连续担任了三届国际少儿文化艺术节开幕时的中英文主持,还曾在全国歌手大赛拿过奖演唱,主持让养精通,有人说她是主持中演戏最好的女演员, 演戏中最好的女歌手,这么全能的一位女艺人,当然戏约少不了,但在接戏方面,李小萌有一条硬性要求,不节拍本戏,出本一定要留给未来老公, 出道这么多年来,李小萌确实做到了,这其中她一定推脱掉很多戏约吧,不过这么耿直,单纯的女情确实很难得了, 窈窕淑女,女子好球,实力派演员王雷,花了七年时间,才把李小萌取回了家,而且为了她,也在与本戏绝缘,如今,两人结婚五年了,依然恩爱如初, 儿子不到一周半岁,五官很是精致,可谓颜值爆棚,只把吻留给最爱的人,举手投足坚尽显幸福,让我们一起祝福祝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